再來的話 我就把剛剛的四行直接貼過來 然後再來把那個三重、中立 這個大概把它刪掉算了 三重跟中立這個 這兩個讀取把它刪除 這留台中就好了 OK 再來的話就把那個開檔 跟串接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剛剛的這個四行 放到第五行算了 不過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這個階層的部分 記得一定要放在第二個4回圈的下面 也就是說在4回圈下面的一個縮排位置 所以記得喔 把這三行按TAB 按一下 一下是第一個4回圈 按兩下吧 按兩下的話 把它放到第二個4回圈的下一階 所以這三行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最後的話呢 再做一件事情應該就接近了 就是把什麼 把三重.tst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list一 中瓜阿虎i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一個動作 把台中.tst delete掉 把這個後面再加一個串接 串接什麼呢 串接這個print的後面的這個list 中瓜阿虎i 把它放到加號的後面 那這樣得到的結果就是開檔的時候 它就知道說 喔 你要一一冒號斜線後面嘛 那它第一個一定會先產生三重.tst 於是乎呢 它就把三重.tst串在這邊來 然後這邊可能要兩個斜線 我把這個兩個反斜線 乾脆用兩個 兩個比較保險 OK喔 好那這樣的話 它就會先怎麼樣 把三重放進來 然後開檔之後的話呢 讀取 不過有個問題 不過這邊有出現一個錯誤啦 這個錯誤的話 它不知道這個s是什麼 s 所以喔 如果它假設出現 它不認得s這個變數的話 請記得 請你在for回圈的上面這邊加一個 先把它先宣告一下 先定義好 等於兩個雙以後 因為如果假設你沒有 在上面加一個s等於空的 它會不認得這個變數喔 為什麼 因為它是在for回圈裡面 那如果假設你要存取它的話 記得一定要在外面先講 喔 我要產生一個 這個自串變數喔 那將來如果你要串接 你就可以串到這裡面來 如果沒有加這一行 那會出現錯誤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好 那理論上應該就串了啦 應該就OK了 但是喔 我這邊可能會遇到 我們先執行看一下 所以理論上這樣應該已經寫的 差不多了 不過的話呢 我在想應該會有個問題 這個串兩個換行的位置 放在這裡應該是會有點狀況 不過啦 我們先亂亂看好了 執行 執行看一下有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 那理論上應該s串 應該就得到對的結果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錯誤 然後呢 看一下這個e底下有沒有all.tst 其實大家一看檔案大小應該就OK 86kb 如果你是86kb應該接近的 打開看看 OK好 三重有沒有 有了 不過你會發現喔 仔細看喔 這邊多兩個換行有沒有發現 多兩個空白行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把兩個空白有沒有 換行有沒有發現 這個程式喔 其實應該不太OK的地方是這裡 這個的話呢 它變成說呢 當它是空的時候 它就直接串兩個空白 所以應該這樣啦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可以改一下 改成什麼 把這個串接兩個空白 把它放到哪裡呢 把它放到f.read的後面 就是先串f.read 再串兩個換行 這樣可能會比較正確喔 不然的話呢 它剛開始三重就放兩個空白 不對喔 所以呢 就是先讀三重 兩個空白 對沒錯 放後 不過它這個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它會造成最後一個可能 最後一個檔案是f.3 f.3的尾巴也會多兩個換行 可是那最後那兩個換行 變成多的 但是應該不影響 因為沒有人去care那個 有沒有 如果你不講 人家不會特別還要轉到下面說 老師你f.3下面多兩個換行 如果你這麼吹毛球 那你要想辦法 在那個f.read的最後那個不要加 可是如果不要加的話 你變成要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它已經跑到最後一個了 就不要加 算了 我們先不要 如果你假設你有時間 你自己再玩玩看 那我是覺得把它搬到尾巴應該就OK了 執行看看 執行 好 這樣應該OK了嘛 然後把o這個關掉重開一下 因為它把它write了 所以它等於是負寫過去的 所以應該以為是86 沒錯 打開來看看 有沒有 開頭的這兩個換行不見了 然後往下捲動 等於是說 下一個是中立 中立跟三重的檔案 跟檔案中間 會多一個 有沒有空白列嘛 以四區隔 有沒有 這樣就滿清楚的 中立 再來就應該是哪一個 南投嘛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台中 對台中 而且每一個中間都會多一個空白列 那這樣很清楚 有沒有 檔案跟檔案中間 分隔就是兩個換行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很快的把25個檔案 很快的就全部合併成功了 但是我剛剛講過 底下會多這個跟這個換行 有沒有 這個是多出來 但是應該不影響吧 OK 如果你很care的話 請自行再把它去掉 不過我其實要是我 我都沒有 不會care這東西 OK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也不用太抓牛角尖 我發現有些人 就是這種東西就是喜歡 把它再抓牛角尖 然後就會想說怎麼寫 就花很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有點浪費時間 反正你目的達到就好了 剩下 剩下甚至 你不要因為要寫程式 最後乾脆你用delete 不就好了嗎 這樣就解決了嗎 OK 只是說這樣感覺好像有點 不夠厲害 但是我覺得你 一定要很厲害 我覺得要花滿多力氣的 OK 好 那大概講一下 這個all.tat就完成了 那 OK 所以回過頭來看一下 剛剛主要改了哪些地方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OK 把back倒車一下 其實也沒改太多地方 就是原來是長這樣對不對 我把上面這四行貼過來到它上面 然後底下的話本來是先開三重中立台中的 然後把上面的三重跟中立delete掉 OK delete掉 然後把這個三行把它搬到哪裡 搬到剛剛那四行的下面 再來的話把這邊按兩個tab鍵 記得有兩個縮排 因為兩個for回圈 然後呢 並且把台中.tsddelete掉 加上什麼呢 加上這個 List1中瓜湖這一串 把它串到這個路徑的後面 路徑的話我建議 最好是乾脆兩個反斜線 比較不會出問題 因為python很怪 就是有時候一個可以執行 但有的時候一定要兩個 乾脆啦 你如果為了一勞永逸乾脆都兩個算 OK 然後還有哪一個地方 這個 加兩個的話 把它擺到f.re的尾巴 這樣沒事了 其他的話還有一個地方 這邊會出現錯誤 請特別注意 這個s的變數 請一定要先選 因為你如果在區域變數裡面 它會存取不到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全部都可以存取的話 請你在for回圈上面 加一個s變數的宣告 就是跟它講說 我在這邊痊癒的地方產生 大家都可以找得到 不然的話 假設在裡面的 這個叫區域變數裡面 這個地方 痊癒的地方會找不到它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要加一個s等於空的 那這樣就完成了 我也把這段程式 一樣貼到雲端上面 這第幾頁 我看 這個地方 在這裡 第30頁下面 所以我剛剛改的地方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也把它移一下 剛剛這個有改 就是大概這個位置 我有把它換一下 還有這個 我也有把它上面加一下 另外就是縮排的部分 其他大概都差不多 還有這個串接 串接這個 我們產生的檔名跟副檔名 OK 好 那就完成 合併所有檔案的動作了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練習看看 當然其實我的目標是希望 因為其實合併完之後 就會有同學 之前就有同學 馬上就問到一個問題說 老師 那如果合併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分割 什麼叫合併 我們O.TST是合併 對不對 把25個變一個 叫做合併 可是呢 馬上就有同學說 那老師可不可以把這25個檔案 解決掉 然後呢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O.TST 再把它分割 變成 還原成剛剛的25個檔 我現在已經把它解決掉了 那如果我現在把它 希望讓它恢復 可是恢復我現在沒有了怎麼辦 我要從O.TST 直接再把它恢復 那恢復要怎麼恢復 其實我剛剛在每個檔案跟檔案中間 會多一個空白列 這個空白列其實就是預留伏筆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分割的地方不好切割 而且這個切割我特別還用比較特別的符號 就兩個換行 有沒有 那兩個換行的話呢 不會跟別的地方重複 所以那我們可以怎麼分割它呢 其實之前有講過 可以用一個函數叫SPRIT 有沒有 SPRIT就可以跟它講說 我要在兩個換行的地方幫我切開來 那如果切開來的話 它勢必不就是 又可以幫你把一個O.TST 再切開來有沒有 就變成25個檔案 不過我跟各位講會變26個 為什麼 因為在鳳山這個地方 因為它也是兩個換 可是你一切的時候有沒有 它這邊一切一刀之後 底下它會又多一個 所以變成應該是25個 它會變成最下面多一個 但是它裡面沒東西 會變26個 所以你在存取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合併25個檔案的寫法 這個地方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30頁 你 好 好 好 我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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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